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道法術氣勢 其實之前我也講過一次 為什麼我想講這個題目呢 就有一個朋友很關心我 他就告訴我 你現在這樣拿著碟子去講話就不承認了 現在就流行有些提字幕 或者提一些資訊的機 就放在攝影機的頂上 就可以看到那裡去講 好像報告新聞那樣 其實之前我也在一些叫做 新聞的攝影棚那裡 我也去做過訪問 看到那些報告新聞 看著這些報字幕機 我也看過 是挺先進的 都是可以令到個人 可以看著鏡頭去講話 我跟他說 我不需要這件事 為什麼呢 我自己這樣看 整個重視的程度 那個叫做 道法術氣和勢 勢就是講大勢 那你大勢不跟的時候 你就會逆流 那你就會很辛苦 那勢不講了 剩下就是道法術氣 那個工具 在整個執行的層面 其實就是我自己看來講 是最低的 就是說 我這個頻道 整個 譬如那個叫做定位 如果定得不對 就算你的器材 用得怎樣好呢 其實 沒有用 因為 那個重點 不是在iPad 那裡 重點是想聽我講 裡面的內容 那 就算我 用一個報字幕的機 去提醒我 和這個東西 我自己看 相差就不太大 還要花費這麼多時間去做 對於我來講 我就覺得 效益不大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他就給我另外一個 對話 他就說 有一個人就去殺人 那是一些職業殺手 那職業殺手 你有穿鞋和沒有穿鞋 收的錢 就是不同的 那這個我同意 為什麼呢 就是最基本的 事情 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你收的錢 就一定是不同的 但是我就覺得 我自己都應該算中了 我的target customer 我的目標觀看的人 因為我目標觀看的人 就是想一些轉型的人 尤其是一些企業家 或者是老闆 或者是一些朋友 是很想轉型 他是對學問 或者是對知識的學求 是比較高的 並非是一些 追求硬直 或者是一些門面的東西 因為 門面的東西 你不要看 因為我講真的 一個鏡頭直落 很粗糙 沒有字幕 沒有說飄來飄去 這些東西 也沒有說有圖表 我也都不會做 但是 相對來說 我覺得 在他們看的人 有機會是覺得實在 所以我自己 就不會去買 但我也都很多謝他的好意 我也都想講一個例子 就算是現在 譬如香港的幾大首富 你也沒有 恆基 李兆基 先生 就算我的朋友打他工 你有計算機在手 他計算的數 也未必會蒸得過他 他只要口口口 拿個算盤也可 用手計算兩計 他們計算到的賣地價格 給一個測量師 給一個精算師 可能是更加準確 這個就是說 他掌握了一個道理 的時候 就算他用什麼器材 他都做得比你好 那就是好像以前 我看陸小鳳 講的 我不記得是西門吹雪 還是葉孤誠講 他就說 對著一個人說 他說 你用劍又用得不好 就走去學刀 學藝不精 犯的是死罪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劍神和劍聖 他們花草樹木皆可為劍 他撿枝樹枝 都比你拿把劍更加厲害 這就是講 他有個道法和術的時候 那個器 並非是最重要 我經常都見到 有很多朋友 踢球用最漂亮的球衣 落長板 千多元件 球鞋 他就 施朗拿 他穿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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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曾經都犯錯誤 去買網球牌 去買 費特拿那塊牌 重到自己根本是拿不到 根本是本活倒置 應該是找回自己最適合的器材 才可以打得到 或者做多些訓練 打好那個方法 才去想那個器材 今天想講的道法術氣勢 就到這裡 有甚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